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胡天虎 今天讨论一下太极大师的高光时刻 太极大师在网络上有他非常出彩的时刻 也有反面的,反面出彩的 先说林摩根 林摩根是李亚轩的得利弟子 他曾是四川省太极拳协会的会长 他在网络上表演的太极推手 出神如画 一下子把这人打飞很远 旁边围着看的很多人 他来回的把这些人打着 一下子腾飞起来 奔跑都来不及 飞也是的向外窜桌 显得功夫极为高超 推崇林摩根的人认为 这就是真正的太极推手 太极推手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现在是林摩根 百年诞辰纪念日的现场 参加的人非常的多 林摩根在上个世纪的四川影响非常的大 上个世纪的1992年 在广州举行了全国太极推手研讨会 出席会议的全是太极拳各个地方的领军人物 会场上有人提出要进行比赛 看看他一选比赛的时候真的形式应该是什么样子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 跟公务员退手没有什么区别 有的也是顶来顶去 有的就这个样子 互相在那儿打和平球 你退一下我退一下 互相的来回的震动 林摩根在会场上的表现是非常突出的 穿黑色衣服的是林摩根 他当时是四川太极拳协会会长 上车有白色纹络的 是李炳慈 北京无视太极拳协会的会长 两人开始推手 推手的时候比较柔和 先是大轮 接着就互相的要摸镜 先是互相的保守的推两下 看看对方的情况怎么样 从整个情况看 和公务员退手民间退手 相产无几 这是发了一下力 也就退了一两步 没有什么大的出彩的地方 又退了一步 并没有说的把人打出飞了 停不住飞也是的剑出去 像剑一样的飞出去 没有做到 他就让啊 无视太极拳的这位推了两下 也是推着往后走两下 两人顶上了 从这个情况看 还没到出彩的时候 和民间的公员退手 大致一样 这下子出彩了 一下子抓住劲了 把无视太极拳的李炳慈甩了出去 这是他整个推手的最粗彩的地方 功夫显然要比李炳慈高属于快 再怎么高 也没有出现 像前面那样的视频一样 把人打得飞来飞去 虽然没有做到这样 但他的表现 要比其他人的表现 显得非常的突出了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高手和高手的比赛 与低手和低手的比赛 是很近似的 只有高手和低手 有一定的差距的比赛 才显得非常的凝厉 太极推手研导会上的比赛 因为都是高手 表现出沉闷也是很正常的 下面这几个视频 是在公园和网上时常可以见到的 这种推手都属于门内交流 老师没怎么动 对方就跳来跳去 这是在体会老师的劲儿 这老师看了没有 身体连动都没动 对方就腾腾的往外跳 这种情况 都是在听劲儿 并不是真正的对抗推手 的确这种力量很奇怪 很多太极拳爱好者 都在慢慢的学习这种力量 学习的时候 互相的听听 才能够了解这种力量 有的人把他作为表演 作为表演来招呼懒学生 这就有点问题 会让听听力量来进行学习 是一个好的方法 现在画面上这位 往前飞 手只要一站立刻飞起来 有人指出他这是表演 他不服气 他说这就是退手 不这样退手 就不断他击权 有一次在他本门派的交流大会上 有人质疑他这种退手 他还同别人争执起来 他在网络上 发了大量的这样的视频 引起了 引起了 许多人的关注 2007年 有一个叫高树东的人 他是 深州市人 高树东 曾到扬州 跟田金龙 学习过 太极退手 在交座 太极退手比赛上 得过75公斤 级亚军 他说 这个退手 是表演 不是真退手 于是 和编制琴 在网络上 展开了口水战 最后 两个人约定 要进行一场比赛 要有录像机录下来 两个人相约 比赛以后 当高树东 正式 前往石家庄的时候 编制琴 不再露面 编制琴 既不参加 正规的太极拳 推手比赛 也不 进行民间的 推手交流 所以他的真实实力 怎么样 很少有人能够知道的 也看不到 他真正的 推手的 视频 我们也无法 进行评论 自高树东 事件之后 编制琴 好像沉默了 一段时间 这件事是编制琴的 曝光率非常的高 是好的曝光率 还是不好的曝光率 只有观众自己去评说了 接下来这个视频 是广府 武师太极拳秘书长 孙建国 一下子把 一个壮汉 弹出老远 不看着 腿也没见动 对方就 弹出去 跌倒在地上 这个视频 是孙建国代表 武师太极拳 参加 2013年 天山武林大会的 实况 他在台上进行表演 他对面的状态 被他轻轻一扑了 就扑了到台下去了 从台下站起来 上台 又被他一下子 打出老远 他的太极拳功夫 在这里进行了展示 他还在讲解着 又一次 又一次 把对方发了出去 发出三次迷远吧 这时候 台下有人不服气 要上来 听听他的劲 上来这个小伙子 多少可能也 会点台积拳推手 跟他 打出去的那个状态 差不多 他推了一下子 没推出去 粘在一块儿 对方还拉着他的手 可能对方戴着手表 觉得有点不方便 把手表摘了 又跟他进行推 他发不出去了 带也带不起来 往后拉也拉不动 对方听着他了 对方反正推了他一下子 就两人互相的 你推我一下 我推你一下 这两人又开始 搭上手了 但是找谁 也推不了 谁怎么样 他刚才的那一套 一打人就让人 飞起来 没有了 又推了一下 推不了 小伙子 捡起自己的手表 下去了 弄得 孙建国很尴尬 他做回了原味 孙建国的表现 在网络上炸开了锅 引起了大量网友的嘲讽 也难怪 推手推成这个样子 让人真的不敢恭维 很多太子权大师 受名声所累 不愿意到 民间推手平台进行交流 实际上 只有交流 同 各个门派 各个权种 进行交流 不断的交流 才能 提高和发展 民间推手平台 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交流 场所 在民间推手平台 表现出色的人 恐怕 不会犯这样 低级的错误 希望大家都走出 门派的小圈子 到一个更广阔的 民间交流的场所 进行交流 共同提高 我是胡天狐 希望大家喜欢 我的视频 为我点赞 加我的关注 再见